大家好,神性的灰白 刚刚呢,看到我之前发了个视频 是讨论的这个二虎男和二虎女谁更优秀 这一期视频里头 有个女的给我留言了 她说 很有意思啊 她说 幸亏我没在她跟前 如果说我在她跟前的话 她一拉罐 呼死我 然后呢 她就说她那个 她和她前夫 结婚的时候 她负责挣钱 她前夫负责就是货货 就是负责花她的钱 然后她跟她离婚了 没有孩子 然后呢 遇到了现在的 就是一婚的一个男人 就是没结过婚的 跟她结婚了 然后过了十几天 这个男的非常的理解她 懂她 就是意思她很幸福 我就很奇怪 我就觉得这些人看我的视频 就是可能就看个标题 可能连这个视频 我都怀疑 都就点开一下 就看了 我那十几分钟的视频 就可能看了两三 两三分钟 她就觉得 已经知道我的大体内容了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 没有仔细看 然后就在那乱评论 她的那个视线 她给 我再出这个视频 为什么要出这个视频 要说这个事情 我请大家 就是所有的网友评评你 在中国 咱不说别的国家 咱就说在中国 女人给男人花钱 就是挣钱 养活这个男人 这个 这个几率占百分之多少 有百分之五吗 有百分之五吗 我就算你只有 有百分之五 那我那个视频也说了啊 只有小概率的几率 就是说 百分之五 一个二婚女和一个男的离婚了 是这个男人的问题 那就包括了这些类啊 对不对 好吃懒做 就相当于这个男的嘛 不挣钱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个观点吗 他还有什么理由喷我 就是说 还一五 一拉罐呼死我 我就好好笑 这个女人 她这个智力 怎么就能找到幸福呢 我就很奇怪了 她都不尊重别人 她不看完别人的这个视频 她就乱评论 我就很奇怪 这样的女性 她说的那个话 也未必是真的吧 就是说 通过她这个说话 这个语言用词 我就不相信 她说的那么好 我都有点不信 但是说 她人家 介于人家能遇到第二段 这个婚姻 这个男的 能相信她 说明人家还是挺好的 有自己的人格魅力在里头 我之前给她评论了一下 我觉得不过瘾 我就把我那个之前的评论删了 我又给她 加了一个评论 就说 你她没好好的 你没好好的看我的视频 麻烦好好看完再评论 我就这样说的 大体意思 然后我就出了个视频 出这个视频 我就说 其实啊 她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为什么这个男方就懂她呢 虽然说她是二婚的 但是没有孩子嘛 对呀 她没有孩子 她是二婚的 然后这个一婚的这个男的懂她呢 那是因为她是一个懂得付出 懂得懂得付出的人 对不对 一般男性在这种婚姻当中 都是懂得付出的 但是也会要求回报 她是一个懂得付出和回报的人 所以说这个她和她的男人 能过得住 这是非常合理的呀 那她还有必要评论我吗 就是她的那个评论 就非常的 牛头不对马嘴 非常的没有逻辑性 就是给我这种观念 对不对 可见还是说 好多这个女性 我感觉就是说 大多数啊 也不能说全部 就是大多数女性是拎不清话的 你跟她沟通是沟通不了的 拎不清 真的是 就是说你跟她沟通 表达一个意思 你表达的不是她理解的那个意思 就是这种感觉 可能听不懂 听不懂这个道理 就是这种感觉 大多数女性啊 我说了 我再强调一点 是大多数女性 不要就是说 一个女性听了我这个话了 就说女性是听不懂人话的 我没这么说啊 我说是大多数 对不对 就是不要就是说 你有你如果是 我也是很欢迎不同观念的这些人来评价 但是说 不是说你 你把我骂一顿 然后你和观念 和我的观念是一样的 这个我不接受啊 对不对 我觉得 你最起码是不踪住你自己 不踪住我到无所谓 你不踪住你自己 你说出那个话 我觉得让别人看到 就笑话 就那种感觉 那这个视频就说到这里啊 我就希望啊 所有的就是说 善良的人吧 善良的人 都有善良的回报 就都有好的回报 我们做人就应该善良 应该就是说 真诚对待 不是蠢的那种啊 不是单纯的蠢的那种 只付出不回报的那种 都应该是平等对待 相对的 相对的平等对待 对吧 真诚的对待对方 双方 那这个肯定得到的结果就是好的 那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众 拜拜